用了三四十年的假牙 都摇摇晃晃了 阿伯还是说忍一忍就过了 因为看牙医得跑好远 这边都没去个店 都没去个 都要大家看来一个屏幕 沿浦乡很久以来 就是只有一个牙医师 本来有两位 都是在那里沿浦村 但有一位因为身体不好 就离开了 剩下是一位 那这边是沿浦乡 人口最多的地方 谢谢大家来办 沿浦乡人口数两万六千多人 却只有一位牙医师 曾经在屏东职业的 郭建宏医师往生后 他的妻子和牙医师工会 共同打造了这个医疗站 郭建宏医师夫人 她的大爱把郭医师的 留下来的治疗 的治疗仪跟一些仪器 捐给工会 那我们才能成就这个事情 郭建宏医师生前热性公益 经常到偏乡 为学童进行牙医卫教 或是疫诊 六年前罹患鼻咽癌 仍心系病患 我们看得到她的勇敢 对 她自己也是很坚强 可是她还是很执意 就是一直在关怀这些患者 因为她说我不出来看 那患者怎么办 郭医师在今年四月 不幸往生 郭太太甚至病患 才是她永远的牵挂 将她的爱 透过医疗站延续了下来 大约新闻派一张郑瑞评 评论报道 也是温馨医病情